我们刚才介绍了夏春秋与绿色荧光蛋白 那么我们刚才在上一节里面 我们讲到一个人物叫Brush 那么Brush是第一个克隆了水母素基因 也是第一个克隆出完整的 有238个氨基酸素编码的荧光蛋白的基因 那么Brush也是最开始发现 这一个荧光蛋白具有非常重要的科研价值 它可以这一个蛋白可以作为一个报告蛋白 可以作为一个指示蛋白 它的基因可以作为一个报告基因 那么Brush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 他就很快去写基金的申请 在美国的一些基金会去申请基金 想对绿色荧光蛋白进行深入的研究 但是我们知道非常遗憾 当时的美国学术记有一个偏见 这个偏见是什么呢 他们一致认为蛋白质是不能发光的 那么你现在申请的这个基金 是讲一个蛋白质发光的 他们都说你这是无济之谈嘛 所以当时很遗憾 Brush就没有申请到基金 没有申请到项目 所以他在科学界当时就待不下去了 所以你没有项目的支持 就没有办法去进行研究 后来Brush就把这一个研究给放弃了 那我们讲这一个放弃是非常遗憾非常遗憾的 有很多人说Brush实际上在绿色荧光蛋白的研究上 是做出来了巨大的贡献 那么他也应该是一个诺贝尔奖的分享者 但是很遗憾他放弃了 而且他后来没有从事与科学有关的研究 我们也知道诺贝尔奖的颁发 实际上也有一些潜规则 那么其中有一个规则就是 你现在你的获奖者 现在应该仍然在做与科学有关的研究 那么当诺贝尔奖 当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颁发给绿色荧光蛋白的研究的时候 我们这一位最开始认识到绿色荧光蛋白 它的科研价值 也是最开始做出绿色荧光蛋白基因 弄清楚它的基因的 这一位科学家他在干嘛呢 他在当一个普通的司机 所以在2008年10月21日 纽约时报的科学版 它有这样一个标题 就是为诺贝尔奖搭台的研究者 在科学之外谋生 那么Parsher当时在干什么呢 他是在一个大公司里边开百度车 我们有很多同学去过一些地方参观 我们讲那些参观的景区 它就会有一个百度车 把你从这个地方摆住到那个地方 那么我们讲Parsher当时就在开这种百度车 那么他当时每小时的工资是多少呢 大概只有10美元 刚刚高于当地的那一个法定工资 法定的最低工资 所以也可以说他当时日子过得是非常不顺的 所以美国的纽约时报就发出来了这样的感叹 为诺贝尔奖搭台的研究者在科学之外谋生 那么记者就问Parsher 说你后悔不后悔 Parsher说我不后悔 他说我不后悔 那么记者就问他 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Parsher就说 我想重回科学界 还是有那一个 还是想回去做自己的科学研究 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就讲一个美谈 我们刚才也讲到 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的 其中三个人分享的那一辆化学奖 其中还有就是我们华裔的学者 叫钱永健 钱永健把荧光蛋白做成了各种各样的颜色 他当时的实验室 世界上做荧光蛋白做的最好的一个实验室 钱永健就说到我的实验室来吧 那么后来Parsher就进入到了 钱永健的实验室 那么当然钱永健现在去世了 过去我们在钱永健的实验室 我们还看到他的实验室的成员里面 最后一个就是Parsher 按说那个时候Parsher年纪已经很大了 他已经很难再适应第一线的研究工作了 那么我们认为钱永健 我个人认为 钱永健又把他召回到自己的实验室 实际上是对这一位科学家 他在科学上做出贡献的尊敬 那么在2008年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 那么他们钱永健也邀请了Parsher 参加了这一个颁奖仪式 在科学史上有很多像Parsher这样的人 比如说我们讲的弗兰克林 就是DNA结构的共性红发现者 DNA双螺旋结构 我们讲是沃森克里克 还有一个维尔金斯 他们发现了 弗兰克林它是晶体的X射线的验射实验 就发现了那个做了那个实验的那个图 那么正是由于他的弗兰克林那幅图 沃森克里克才解析了DNA的双螺旋结构 所以有很多人说 弗兰克林也应该是获得诺贝尔奖的 所以他也是做出来了巨大的贡献 还有一位学者 我们大家也听说过的 就是发现了一个星光浦线红移现象 我们现在不是有种说法吗 说这个宇宙在膨胀 那么宇宙在膨胀的证据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一个学者 一个天文学家叫哈勃 他发现了星光浦线的红移 他就证明了宇宙是膨胀的 所以这个哈勃 有的同学还听说过 过去这个外太空有一个很著名的望远镜 叫哈勃望远镜 那么他们这些人 普拉西尔 弗兰克林 哈勃 他们都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 但是他们都对科学做出来了杰出的贡献 所以科学史 当我们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 当我们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们都会提到这些科学家 提到他们对科学做出来的重要的贡献 那么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就讲我们中国的原创性的发现 我们讲图幽幽和青浩树的故事 这节就讲到这里了 感谢观看